要说是我捡到的路景 倒不如说是他主动送上门的 那日清晨我莫名睡不着 起身去后院溜达 就听到后院的小门外有声音 开了门一瞧 一个穿着红色裸裙的人仰面倒在门口 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味 我上前叹了叹 还有一口气 就把他带回了院子 我是个大夫 最看不得有人在我眼前受伤 起先一直以为这是个姑娘 毕竟穿着裙子 面容清秀 身形也不壮 只是抱回客房检查一番后 看着那个平坦的胸部 再看看那张清秀的脸 我不免陷入了沉思 头一回捡人 好像就捡到了了不得的 他身上有很多伤 心就不一 看起来像是用鞭子抽的 而最新的那处 在腹部 像是刀剑锁伤 我不知他经历了什么 竟然能把身体折腾成这副惨状 但左右是人家的私事 我不便多问 只管医人便是 我给他清洗了伤口 敷了药 再给他换了一身新买的浅色裸裙 去买裙子的时候 店里的陈二娘还八卦我 小江大夫 怎么突然想起来要买裙子呀 这是有心上人了 哎 和我说说是哪家的姑娘这么有福气 我笑了笑 哪有啊 过几日有个远房的堂妹要来我这儿 她先递了书信给我 要我买几身衣裳给她背着 说完怕她不信 我还无奈地耸耸肩 那丫头打小浇灌 家中长辈都疼得紧 陈二娘是看着我长大的 指我无心男女情爱 这番话也不似有假 才愿放了我走 说回捡来的那位 她昏睡了足足一天一夜 醒来那日 我正在后院祷药 听得她那个方向开门的声音 寻声望去 见她靠在门边 正望着我 这会儿正春日 后院的桃花开了 风一吹 纷纷扬扬的花瓣飘到了她脚边 我放下手中的东西 急步走过去 踩了一脚的花香 你刚醒 不宜走动 快回去躺着吧 她不说话 微微皱了眉 看着我 我姓姜 是个大夫 我指了指后门的方向 昨日你倒在门外 我就带你进来了 再看了看她身上的衣服 这衣服 我帮你换的 她似乎这才放下心 也不看我伸出的想扶她的手 自顾自回身进屋 不太礼貌 但我好像也不觉得奇怪 往后的三日 她都乖乖地吃饭 喝药 和躺在床上休息 只是都不曾开口说话 我想着 兴许是个哑巴 不曾想第四日 她便开了口 且语出惊人 我是被王爷从青楼里赎回来的 她囚禁了我 于是我捅了她一刀 逃了出来 所以江大夫 你若是现在将我抓去报官 兴许还能讨到不少赏钱 她说得轻描淡写 我听得怒火中烧 再气 却还是将要放在床边的春凳上 道 这些话 你不必与我说 我只管救你 你就这样信我 姑娘 我说过了 我是个大夫 我只管救人 你我素不相识 就不怕我骗你 若你说的都是真的 那你不曾杀人放火 只为求生 和错之友 无辜之人 我自然该救 若你是骗我的 实际上你是个穷凶极恶之徒 那我也要治好你 再送你去报官 我看着她低垂的眉眼 轻声道 姑娘 我是个大夫 见不得人在我眼前死掉罢了 也见不得被我救了的人 在我眼前说不想活这样的话 但我也没有什么立场劝她 我在她床边站了会儿 见她似乎没有别的想说的 转身欲走 被她喊住 江大夫 我回过头 她用清润的毛子盯折我 敏唇道 我不是姑娘 我知道 只是你这几日都穿着裙子 也没有要脱下来的意思 我就这么叫了 但我一直穿裙子 我耐心地等她的下文 她书弟笑了 江大夫 你叫我阿景吧 春景的景 王字旁的景 王府春景 阿景姓璐 据说这是捡到她的那个女人的姓氏 关于过往 她说的不多 我也只知晓 她从小被当作女儿家养在青楼 大了后 被某个王爷赎出来 做了玩物 至于怎么逃出来的 腹部的伤又是从何而来 得知她逃出来的王爷会作何举动 她都不曾提起 我也不曾问 京城离陈家镇有十多里地 如果官兵要来追捕 这几日也早该到了 我也托一些进城卖货的人留心过 城里是否张贴着追捕某人的告示 或是一些官兵搜查 结果都是没有 京城一片风平浪静 我这才些许放下心来 也让陆景在我这儿先好生休养 她倒是有些不好意思 尤其是在我提出要给她多买几件换洗的衣物时 她抿着唇不说话 你不是说了 你习惯穿女装吗? 我停下了倒要的手 看像坐在一旁的她 突然了然 若是担心钱 倒也不必 我这人就是这样 什么忙都想帮 从救你那一刻开始 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做的 小时候 我爹就数落过我这点 同情心泛滥 随便遇到一只受伤的野猫 都要停下来救一救 看着是快学医的料 但又不是学医的料 不过不管是不是 现在我都是个大夫了 陆景仍坚持道 那些钱我总有一日会还你的 不过除此之外 她顿了下 面露不解 你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吗? 这说的是穿女装的事 我一下不知道怎么解释 因为常理来看 她确实很奇怪 但在我看来 一切又很容易接受 毕竟我女扮男装 在这个阵子生活了二十余年 也是个怪胎 最后我说 也不妨是 你愿意穿什么 都是你的自由罢了 况且你不是说 更习惯穿裙子吗? 她正愣着 轻轻点了下头 只是你现在身份特殊 不宜出门 你要裙子的话 与我讲个大概样式 我买来给你 倘若你哪日被外人瞧见了 就说是我的远房堂妹 过来住一阵子 至于钱 既然你实在过意不去想还我 就等你伤好了 往后有机会还我便好 陆景听完这些 抿着唇硬了一声 性子着实清冷 为了给她买衣裳 我又去了一趟陈二娘的乘衣铺 我常去她家店 不为别的 只为她是陈家镇唯一一个做生意的女老板 大厨不喜女子抛头露面 更别提经商 然臣二娘是个例外 她早年嫁给了镇上的一户商人 运到不好 接连死了丈夫和孩子 婆家的亲戚见她一个女人好欺负 就把她家的门店尽数变卖 卷款逃去了外地 只留下空房子给她 很多人劝陈二娘趁着还能生养 尽快改嫁 她却提着扫帚 把上门提亲的人都赶出来 站在门口插腰大嗓门道 老娘谁都不嫁 滚远点 以后来一个我打一个 后来过了小半月 陈二娘在我家这条街的街头 开了一间成衣铺子 没人知道她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她无比八卦的性子 我再次到她那儿去时 她便拉折 我问了半天 这神秘的堂妹究竟何许人也 她哪日回去寻思了半宿 发觉认识我爹和我这么多年 却从没听过有什么远房亲戚来往 我听得冷汗直流 只得胡舟道 我也是前几个月才知晓的 想来是我爹生前也不喜欢走动 便生疏了 不说这个了 我今是来买衣服的 我堂妹看了上次从您这儿买的衣裳 很喜欢 她这才放过我 笑出一脸褶子 让我随便挑 末了还道 平日小病大病的也多亏了小江大夫你照顾 等会我给你打八折呀 我摇头失笑 在一堆花里胡哨的衣服里挑挑剪剪 按着路景与我说的拿出几件后 突然看到了一条浅蓝的广袖裙 清新素雅 想来与后院的桃花相配 会很漂亮 随即 我便被这想法吓了一跳 已经有二十年不曾穿裙子的我 买了它又有何用 这样想着 目光却还是黏在那衣服上头 我又想到了初见路景时 他穿的那身红裙子 与春色也甚是相配 要不还是买下吧 兴许 他会喜欢 我就这样自欺欺人地取下了那条广袖裙 结账的时候 我还有些心虚 生怕敏锐的陈二娘发现什么端倪 幸好他没说什么 反倒夸我眼光好 临走 我还听到他与别的顾客闲聊 嚎了大半宿了 真的是造了什么孽 嫁给那种人 好好一个大闺女给糟蹋成什么样了 这要是我儿子 我不自觉叹了口气 往家中走去 我叫江瑜 是个大夫 女扮男装的大夫 我爹也是大夫 膝下没有儿子 按道理讲 大楚不喜女子抛头露面 我爹就应该从外头招几个徒弟来继承衣钵 但他觉得唯一哪里还管男女 便将一身衣术尽数传给了我 他一直把我当男孩养 穿衣打扮不必说 都按男子的来 但再学衣之余 我甚至还要学武 十二岁那年 我头一次和我爹哭闹 死活不愿意再去武馆 我万分不解 别的姑娘家都可以穿漂亮的裙子 可以抱着父亲的脖子撒娇 为什么我就要穿男装 跟着武馆的师傅踢腿打拳 弄出一身瘀青 我爹由着我哭闹 等我哭累了 才不紧不慢地同我讲道理 是不是你和我说的 要学医 要治病救人 我抽抽耶耶地回答 是 他摸了下我的头 那你现在就要扮成男子的模样 否则再过三年 你就要和别的姑娘一样 与别的男子成亲 相夫教子 三从四得 一辈子又于身归 从医这事儿想都别想 我知道他说的是我曾经的师姐 隔壁的陈姐姐 从我记事起 陈姐姐就在我爹手下帮忙了 他特别喜欢钻研草药 身上总是带着一股药香味 他是为二知道我女儿身的人 平日最爱做的事就是捏我的脸打去 我们鱼儿虽然穿着男装 但还是能看得出是个美人胚子呢 其实 陈姐姐才是美人 镇上的人都知道 也正因为是美人 陈姐姐在十六岁那年嫁给了镇里一个年近五十的老园外 那年我才八岁 在门口看陈姐姐的花轿出发 问我爹为什么是嫁给那个老园外 我爹说 因为婚姻大事父母做主 因为陈姐姐底下还有两个弟弟 因为老园外家里有钱 我就和我爹说 你不要把我嫁给老园外 我爹没回答我 只揉了揉我的头 说 即日的课业做完了吗 做完了就去武馆 我 再到我十三岁的时候 陈姐姐难产死了 和我娘当初一样 我没再和我爹闹过别扭 然后一直到了十八 我爹也走了 他走前拉折 我的手说 爹对不住你 没给你买过一件像样的裙子 现在我二十有一 终于给自己买了一条裙子 我带回家的时候 和陆景说是给他买的 他试了试 说不太合身 我与他身形相仿 但他肩比我宽些 这裙子在他身上就有些嫌小 我面上不嫌 说等会儿拿去退了 实际却是拿回自己屋里 关了门 靠在门板上 手里抱着那件广袖裙 紧张地喘气 心里有种隐秘的情绪破土而出 我能感觉到自己兴奋不已 可直到心跳平复下来 手心出了汗 我也没有试着穿那条裙子 一来 我不会 二来 有些事开了个头 可能就没法收场 于是我把这条裙子埋在男装下 锁在衣柜里 不知何时能见天日 我想我用男子身份活了这么些年 不该忍不住这一时半会儿 转眼入了寺院 陆景在我这儿也待了大半个月 早前他不爱说话 最喜欢做的事除了穿裙子 就是在后院看我导药 后来熟了 他画财变多 也会和我寒暄一番 某日他坐我身旁 突然说到 桃花要谢了 我抬头看了眼 原先开的旺盛的花 确然落了不少 四月了 是该谢了 明年还会开的 以前在王府 花都是开不败的 他很少主动提起过去的事 今日一提 我也没追问 只恩了一声 继续手里地活 但是人败得很快 人进去 不过两三月就没了 然后换新的一梯进去 循环往复 他笑了一声 指了指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第几梯 也不知道我开了多久 但他们都说我花期最长 他这些话说得轻巧 就好像这只是一个笑话 表情也没有变化 甚至嘴角带了笑意 我看了眼树下一地的花瓣 问他 你想做香囊吗? 前几日 我撞见他缝补自己的裙子 手法熟练 他还提了一句 是小时候在青楼学的刺绣 现在 他许是触景生情 我便提做香囊 想让他换个心情 忧思过度不利于养伤 路景没拒绝 他甚至有些兴奋 我带着他把花瓣收集起来 洗好 晒干 再配了些爱叶 丁香等 他把这些东西都带回了房间 过了几日 送给我一个做好的香囊 红底 上面绣着一条银色的鱼 我受宠若惊 又有点哭笑不得 我不是让你做给我 他不解地看着我 我无奈叹气 我是看你心情不好 想给你转移一下注意力 你好像很喜欢这些小玩意儿 他抿了抿唇 不过是因为以前学了 而且我也只会这些女儿家会的东西 我轻轻摇头 一技之长 分什么男女 父对他笑道 这香囊我很喜欢 多谢了 我说者顺手将香囊挂在腰际 突然听他道 姜大夫可知 在大楚送香囊 是何寓意 我手一顿 差点没把东西丢在地上 在大楚 女子送男子香囊 以表轻木之情 我暗暗吐了口气 抬头对他笑 你我都是男子 和那又有什么关系 而且你总说想答谢我 这香囊不是你的谢礼吗 他弯了眼眸 是谢礼之一 气氛有些怪异 怪异的点就在路景 他喜欢打扮得像个姑娘家 往日我与他相处 都不太在意这些 然而今日他问了句香囊的寓意 我见他笑起来 竟是比我见过的寻常女子还要好看几分 我突然想到了他说的 王府春景 他确然可与春色比一比 可我明明是个女的 还见过他全身赤裸的样子 毫无疑问是个男的 那我对折女装的他动心 实在不合常理 不合常理 于是后面得几日 我下意识疏远了他 尤其是想到夜里做的怪梦 心虚地看都不敢看他一眼 路景应该是察觉到了 挑了我不太忙的一日 带着包袱 来与我告别 江大夫 我想我是时候走了 这段时间承蒙你照顾 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要钱 食宿的钱 以及衣物的钱 我往后定找机会还你 他今日穿的宿静 我才有些胆量指示他 那你想好要去哪儿了吗 虽然京城一直没有消息 但王府逃个人 应该不会就这么罢休 他轻笑 没想好 等天黑了出去 能走到哪儿是哪儿 我不油皱了眉 这样怎么行 夜里难行路 他虽然不柔弱 但伤刚刚养好 难保不会出什么意外 这般想着 我的同情心又泛滥起来 你要是实在没地方去 就暂且留在这儿给我打下手 话出口 我便有些懊悔 这不是纯粹给自己找麻烦吗 路景也没应 直到 多谢江大夫好意了 只是我这身份 还是不留下来添乱了 这样一说 我心中愧疚又多了几分 路景当晚便走了 走的时候也很洒脱 反倒我心里有几分不忍 我以为我救了他 可他现在仍旧四处漂泊 路景刚走那两日 我甚至有些不习惯 早起厨房里没有他身影了 在后院导药时也没人看着了 就好像身边少了魔景色 怪梦倒是反反复复地做 他衣裙凌乱 胸前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 裙子卷到腰脊 露出两条修长的腿 我坐在他身上起伏 我们的手纠缠到一起 送我香囊 以表倾慕之情 我何时这般喜欢胡思乱想了 想必是白日里沉二娘的过错 他明明是不喜欢做梅的 却唯独热衷于给我寻亲 按他的话说 他看着我长大 小时候没了娘 长大后没了爹 孤身一人经营一家医馆 苦了些 很需要找个人帮衬 况且你这相貌和性子 什么样的好姑娘找不到啊 你就听二娘一句劝 也不是让你现在就把人娶回家 你就去见一见 说说话 行不行 我颇为无奈 二娘 您今日不是来看病的话 就先让让 后头还有人排队呢 他轻拍了下桌子 我哪里没病了 我这不是先提一句吗 怕你等会儿忘了 我看后头排队的人已经有些不耐烦 只好硬道 那我过几日听您的话去见一见 行了吧 您先说 最近又哪里不舒服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呀 他这才放过我 揉着太阳穴道 其实就是小毛病 晚上不着觉 您以前给我开的安神药有点没作用了 我给他把完卖 叹了口气 您最近是不是又大动肝火了 平日里要心平气和一点 不然再多的安神药都不好使 他听了这话 凑近了些小声道 这怎么能不动火呀 我隔壁住的陈老三你不是不知道 三更半夜的 总是不安宁 他说的是全镇子的人基本都知道 陈家镇有个出了名的泼皮无赖 叫陈察 混名陈老三 祖上姬德 经商发了笔横财 留到他这个独子头上也不少 但他此人是个混子 不学无术 还喜欢四处骚扰姑娘 外家他娘也是镇上出了名的泼妇 因此镇上没有一户人家愿意把女儿嫁过去 毕竟大伙儿都看得出 这家底迟早要被拜完 陈察就一直寡着 直到去年出了趟远门 年底带了个姑娘回来 遮着脸 大着肚子 谁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 连婚事也办得悄无声息 有不少人猜 陈察这种二混子指不定从哪里买来的媳妇 但真相如何 谁也不知道 年后那姑娘生了一个女儿 他们家的动静就开始不小了 陈二娘与我说 大多是女人的呼喊声 偶尔会夹杂男人的咒骂 也有街坊邻居听不下去的 去敲门 没人开 反倒厅里面哭得更厉害了 一来二去 大家都不敢管 我曾见过他家的那个小媳妇 那日我医馆关门比较晚 正好瞧见他躲在不远处的巷口 往这边瞧 那时我还不知他是谁 只觉得面生 却没想到 瞧了一会儿就看到陈察跑过来 直接把他拽走了 我这才意识到他大概是那个极少露面的陈察媳妇 要我说呀 那真的不是个人 我气得都想拿把刀上门了 陈二娘说着说着嗓门又大起来 我忙劝住她 您看您都说心平气和一点了 哎呦 我没法心平气和不是 说是说人家的家务是不好插手 可但凡是个人 哪里看得下去 他气得面色发红 将要站起来时又坐下 哎 看我这暴脾气 不提这事儿了 小江大夫 你看要不再给我配点什么药 这几日睡不好 我买衣服都算错账了 那我给您再配衣服 我低头写药方 突然听到外头一阵吵闹 只见陈石怀里抱着一个人急匆匆跑进我的医馆 麻烦都让让 小江大夫 这姑娘在山里晕倒了 还流了不少血 你快给她看看 我手中的毛笔掉在了桌上 她怀里那个面色苍白的姑娘 正是前几日从我这儿离开的路径 陈石在山里打猎时捡到的路径 大概是从山上滚下来的 发现时她正被一块大石头挡住 周围有小片血迹 说是这么说 可她身上的伤又不像那么回事 腹部的愈合不久的伤口又裂开了 左脚的脚踝应该是扭到了 肿得老高 除了这些 就只有一些轻微的擦伤 虽然这么说有点缺德 但如果是从山上滚下来撞到石头 不该这么轻 不过我看陈石那着急的模样 这些疑惑都没说出口 路径一直昏迷着 我给她清理完伤口上玩药 便去了厨房 陈石正在里面煎药 一个人高马大的操汉子坐在小板凳上 拿着把小扇子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火炉 有点好笑 小江大夫 见我来了 她打了声招呼 随即挠了挠头 那姑娘没事吧 不知是不是火光的原因 陈石这黑曲曲的脸竟有些泛红 我一时都不知如何开口 只说了句 就是有些失血过多 不太严重 你放心吧 她嗡了声 没了会儿 又问 小江大夫 那个姑娘 你认识吗 我郑玉拿起药罐盖子 看看肩得如何 闻眼手一顿 我把她抱回来的路上 听她叫你的名字来着 啊 这个事儿吧 我做出缴械投降的样子 大叹气道 确实是认识的 她是我远房的一个堂妹 前段日子到我这儿玩 后来与我闹了别扭 一气之下走了 我以为她归家去了呢 没想到是跑去了后山 说着说着 我自己都快信了 还拍了拍她的肩 还望陈大哥 别太张扬此事 她本性不坏 但毕竟是个姑娘家 若是被别人传得刁蛮任性 以致嫁不出去 她又要怪我了 所幸她抱着路景过来十一馆的人不是很多 而且基本都没看清路景的脸 到时候若被问起 我就再想办法搪塞过去算了 一晃圆一晃 麻烦 陈时连连点头 眼睛亮晶晶的 小江大夫你放心 我必定守口如瓶 她不便久留 帮忙煎完药就走了 走之前还说过几日再来看看 那个担心的模样 我总觉得她是不是看上路景了 哎!这是造的什么孽? 要命! 陈时走后 我再次端着要进路景的房间 就像以前那样 她不知何时醒了 扮作者靠在床头 面色清冷 也像以前那样 我有那么一瞬间的错乱 仿佛我们还是刚认识那会儿 但屋外的桃花树已经抽芽 江大夫 又给你添麻烦了 她见了我第一句便是这个 脸上却不见得有多少愧意 我在床边坐下 将要递给她 你若是想留下 当初何必要走 她接过碗的手指了一瞬 随即笑道 你都看出来了 伤都不像是摔出来的 你腹部的伤口也明显是人为划开 我看着她腰间裹着的纱布 有些头疼 我当初救你 可不是让你一而再地伤害自己 况且我不是说过 你若想 也可留下来给我打下手 她不渝 一口气喝光了碗里的药 被苦得微微皱眉 半晌才说 我以为那就是客套花 因为前几日 江大夫 你似乎不太想理我 这么一提 我又想起夜里那些荒唐梦 耳根子隐隐发烫 不怪你 我那几日忙了些 她垂眸看着碗底的一点药渣 轻轻应了一声 那尾音轻飘飘地 挠得我心头又有些发痒 我心虚地别开眼 看向窗外的桃花树 不管怎么说 你现在就还是在这儿住下吧 等养好了伤 能来帮我的忙也好 喝完要你先睡一会儿 至于脚踝处的伤 我晚点拿药酒过来 这番话我说得飞快 生怕被她看出哪里不对劲 可等了会儿也没听到回应 下意识看过去 正对上她含着笑意的目光 像半个月前的桃花 燕 江鱼呀江鱼 你到底怎么回事 明明是我家 我最后却逃逝地离开了房间 陈时大哥能对陆景一见钟情也不稀奇 陆景穿女装时 一贫一笑都无情胜有情 她曾说 小时候青楼的妈妈都会教授她们如何去勾男人的心魄 而且与那些女子待久了 不自觉地就带着那点气质了 可我总觉得不光是男的 女的也顶不太住 又或许 我当男子二十年 心境也同男子一般了吧 这般胡思乱想了一下午 晚间用完饭后 我拿了药酒给陆景 她打算接过去自己抹 我拒绝了 你腹部有伤 不好弯腰 她便将脚从被窝中伸出来 白白净净 只有怀处红肿的显眼 看到伤病我就生不出别的心思了 问她 洗过吗? 刚洗过 好 等会儿可能会有些疼 你忍遮歇 我坐到床尾 将她的脚放在大腿上 手上抹了药酒 再肿起来的部位附近揉搓 你要是疼的话 就说一声 没事 不疼 旁人看 现在就是一个男的给另一个男的揉脚 烛火摇曳 屋外还能听到野猫叫唤 春日 猫发情了 气氛果然又怪异起来 幸好陆景先开了口 姜大夫不曾想过娶亲吗? 我抬眼看她 她笑道 白日还有点意识的时候 听到了陈二娘的话 啊 那是陈时来了之后 陈二娘走前 又叮嘱了我一句勿忘几日后和姑娘的相亲 不曾吧 我现在这样截然一身 也挺好 爹刚走那会儿是有点孤独的 但三年过去一个人过也习惯了 况且我如今女扮男装 婚姻这种事与我而言不过是天方夜谭 陆景很轻地笑了一声 姜大夫这话说错了 什么? 他淡淡的声音像晚间的风 你收留了我 怎么还算是截然一身? 手心滑腻腻的 分不清是要酒滑还是她的皮肤滑 外头的野猫又叫了一声 躁 我听到自己说 是啊 你还要给我打工抵债呢 当晚的荒唐梦一如既往 我附在她身上 交紧而握 她在我耳边一声一声地轻喘 屋外的野猫 一声一声地叫唤 第二日醒来 只见床铺一片扎眼的红 来月室了 难怪春梦频频 将床单晒到后院时 我还坐贼一般四处张望 生怕陆景看到多嘴问一句 但转念一想 她现在正养伤 出不了门 也就看不到 那时我还没想到 她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后院的空地 陈时那日旧的女子是我唐妹这件事到底还是传遍了陈家镇 也有那么几个病人来看病时顺嘴要问一问 什么年方几何 可有婚配云云 陈家镇的人别的还行 就是喜欢结亲 光是小镇边上就修了三座月老庙 我完全不会应付这些 焦头烂额 最后急得直接去问了罪魁祸首 年方几何 可有婚配 陆景正穿着一身藕粉裸裙坐在小榻上刺绣 文言抬头看我 一脸愕然 他们都当你是我的堂妹了 想给你找夫君了都 他第一次笑得这般开怀 眉眼尽是风情 年方二十二 不曾婚配 我颇为为难 那我就这么和他们说 然后 驾过去洞房花竹叶 发现大家都是兄弟 陆景笑得手都在发抖 你便与他们说 我早已心犹所属 我一拍脑门 怎么早没想到 他放下手中的针线 又道 或者我去和他们说 我其实是男子 是可以这么做 只是流言蜚语 怕是少不了 毕竟很少有人能接受男子穿女子的衣服 如果陆景还想在这儿待下去 往后就只能穿男装贱人 但他显然是不喜的 再者 我已经对外宣称 他是我堂妹 他在坦白 我俩的信誉 只怕是要一降再降 最重要的还是 他这么一闹会太张扬 难保京城里的人 不会听到什么风声 这么想来 眼下唯一的法子 就是聚了那些人 然后陆景也少露面 越低调越好 就是苦了某人 这几日日日跑来询问陆景的近况 陈时兴自直爽 喜欢一个人就全写在脸上 行动力也强 陆景养病的这几日 他就时常送来一些小玩意儿 要么是摊上买来的镯子 要么是打猎来的兔子 一个接一个的 然而除了第一次见面 陆景就见了陈时一次 道谢之余 就是把所有东西都退了回去 陈大哥 多谢你的好意 但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的 相当决绝 一丝余地都没有留下 我就看着这个大个子抱着兔子 兜里揣着刚退回来的小物件 处在医馆门口 眼神很受伤 小江大夫 你说到底为什么呢 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你解释 陈大哥 你也别难过 或许就是没看对眼 天涯何处无芳草 对吧 我嘴上安慰他 心里不免埋怨陆景这时候怎么这么冷漠 拒绝得如此干脆 都不能委婉一点 陆景后来与我说 有些话就是要说绝 太委婉 只会让人多想 说绝一点 我会了 于是我和他们说 我家堂妹心有所属 但心上人英年早逝 她悲痛欲绝 决定此生不嫁 陆景听了也不恼 反倒笑起来 江大夫说得也不错 我这一生 大概也不会婚嫁了 毕竟是从那种地方爬出来的人 她现在越发爱笑了 但在某些时候 又会开玩笑般 说一些丧气话 像满园春色聋了一层烟雨 在王府和青楼的日子 究竟如何我不知 安慰的话也说不出口 我知道 不婚嫁也无妨 人生在世 要做的事还多着呢 何苦居于男女情爱 她定定地看着我 轻声道 也是 我低头继续忙自己的事时 又听到若有若无的一句 如果是江大夫 或许应该配更好的人 你说什么 我抬头 不确定道 她盯着 我手头的草药 我说 今日天气不错 确实不错 院子里的桃树已经一片翠绿 在阳光下生机勃勃 我朝那树扬了扬下吧 这棵桃树是我从山上挖来的 那会儿我在挖草药 看她半死不活 于心不忍 就移到家里的院子来了 没想到几年后她靠着自己活下来了 不该说是江大夫救了她吗? 非也非也 若她没有活下去的欲望 我给她换地也于事无补 她喃喃道 草木想活下去 本能罢了 我偏过头看她 人也是 她与我对视 有些人不是 相顾无言 风乍起 我看到她飘起的裙摆 不知何时沾上了泥灰 与布料的颜色融为一体 仿佛本来就是绣上去的花纹 或许确实 有些人不是 比如陈察家的那个小媳妇 陈二娘与我说 她昨夜应是听着女人的哭喊声 戛然而止 不会被打死了吧 她忧心忡忡道 眉头皱得可以夹死一只苍蝇 我都闹了闷 你说这夜夜打 都不用叫大夫的 我怎么从没见过那混蛋来你医馆过呢 这镇子上也不是只有我一个大夫吗 我也为那女子担忧 但陈察家从未与我有过来往 我根本没有立场和机会插手此事 但是没成亲的大夫可就只有你一个了呀 她扯回原来的话题 你前段时间和我说要照顾你家堂妹没时间 现在人好了 你可不能再拖了呀 我和小玉都讲好了 明日傍晚 你俩一起去庙会逛逛 陈家镇有个传统 每个月中旬会办一场庙会 我也不懂这传统从何而来 反正后面大家约定俗成 这庙会就是男女相亲的地方 其实陈二娘不知道 我早就见过她说的小玉 两日前 这姑娘混迹在病人中 一直通窝窝看我 等排到她 她就把手腕放在脉枕上 不出声 我一边耗脉 一边问她 姑娘最近哪里难受 她没应 反倒冲我几眉弄眼 小江大夫 我叫陈文玉 我搭在人姑娘腕子上的手指 一下子像被烫着了 陈文玉 那个被陈二娘强行与我搭队的倒霉姑娘 他们都叫我等等 我等不及了 就偷偷跑过来 先看看你 等病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她搬了把椅子 自来熟地在我旁边坐下 我失笑 我有什么好看的 来看看你长得如何呀 她理直气壮 要是相貌丑陋 我就和二娘说 有事去不了 不过现在看嘛 她支着下巴 笑出两个酒窝 真难想象小江大夫会到现在还没娶亲 文玉玉不知如何答话 却不想一向喜欢待在后院的路径 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前堂 甚至走到我身旁换了我一生 堂哥 这位是 她平日说话都是清润的声音 这会儿故意掐着嗓子 变得轻声细语 更像个姑娘家了 急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莫名心虚都不敢看她 垂折眼道 这位是陈姑娘 陈姑娘 这位是我的堂妹 这两人对视了一眼 我如坐针毡 倒是没吵起来 因为陈文玉非常自来熟地拉着陆景到一旁聊天 反而把我丢在了原地 在后面 也不知两人聊了些什么 最后陈文玉和我说 要让陆景与我们一起去 这二人看着 已经成好姐妹了 而我在沉思 事情究竟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 直到陈文玉走了 我还没思考出来 陆景在一旁撞似无意地说道 她是个不错的姑娘 我脑子一下子没转过来 你看上她了 她意味不明地看着我 江大夫不觉得吗 我觉得啥呀 我都没和她聊几句 最后转移话题 你是想出去走走 以前陆景低调行事 前堂都不怎么来 一贯待在后院帮我整理草药 今日有些反常 竟然会想出去逛逛 嗯 想看看这个镇子 她含了笑看我 江大夫不想带我看看吗 这倒没有 我原以为是她不惜走动就没提 若她有这个心思 也不是不可 况且她来这里一月有余 也未见京城来人 想必可以放心些 于是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 逛庙会那日 我与陆景先到了街口 陈文玉后跑过来 第一句话就差点把我吓死 江大夫 阿景 你们今日穿得好配呀 相对夫妻 我一下都不敢认 我哑然 这才发现陆景穿了一身粉蓝群衫 我穿了一身青色长服 仔细看 好像是有那么点配 个鬼 身旁人发出极青的一声笑 耳根子又发烫了 我咳了一声 巧合罢了 陈姑娘 我们走吧 庙会的摊子遍布一整条街 街的另一头就是一座月老庙 据说从这条街一直走到尽头的男女 再到月老庙求一个童心所 就能一生相守 白头偕老 陈文玉在一旁滔滔不绝地为陆景介绍这点 我听得手心出汗 这条街看着不是很长啊 不过幸好陈文玉似乎对陆景更感兴趣 或者说更喜欢打扮陆景 不一会儿就拉着她逛了几家布料店 嘴里不停地夸她相貌生得好 两人姐妹情深 倒显得我有点多余 直到我们遇到了陈时 她最近补到新的猎物 想着来庙会碰碰运气 把皮毛用更高的架卖出去 遇到她的时候 陆景走在我身旁 另一边被陈文玉挽着胳膊 我本觉得再没有更尴尬的场景了 然后听到陈时说 小江大夫 这么巧啊 要不一起逛吧 没等我说什么 她就站到了我的另一边 还趁着陆景被陈文玉拉去别的摊子时和我耳语道 小江大夫 我想清楚了 我不会放弃的 此时在对面摊子挑东西的二人突然回头看过来 看到的就是一个壮汉子凑在我耳边讲悄悄话 于是那二人的眼神都很怪异 要命 我真是出门望看皇历了 陈文玉先跑过来把我拉过去 小江大夫 你站这儿干嘛呀 快来帮我们看看这几根簪子 愣神时 手心被塞进一个冰凉的物件 陆景塞给我的 她眨遮掩问我 堂哥 这根簪子 你看这儿好看吗? 样式简单 末端叼了一朵桃花 花心坠着一颗鹅黄的珠子 我妈撒着上头的花纹 善善道 我不太懂这些 你喜欢就好 陈文玉在旁边挑挑剪剪 拿了另一根 阿景 我看这根也挺好的 看着配你 花纹繁复 坠了好几颗珠宝 挺华丽的 好像是更配她一点 陈时也凑到陆景身边附和道 我看着也好看 阿景姑娘戴什么都好看 陆景却将我手心的那根拿了去 笑道 我倒更喜欢这个 陈文玉不知何时 又挤到了陈时和陆景之间 好像也不赖 阿景的眼光我还是相信的 你要不现在戴上去瞧瞧 这却心眼的姑娘还补了一句 要不将大夫帮忙戴一下吧 陆景抬眼看我 唐哥能帮我戴吗? 我与陆景身高相仿 而陈文玉比我们俩矮半个头 诚实吗?她最高 但陆景显然不会叫她帮忙 陈文玉还无比热切地看着我 我只好硬着头皮接过她手中的簪子 簪子被握久了 温热 和她的手一般 陆景靠近我 微微低头 露出乌黑的发顶 和简单的发迹 她在医馆待久了 身上带着淡淡的草药箱 静直往我鼻子里钻 不知为何 我就想到了前段日子夜里的怪梦 我与她密不可分 但她身上是没有气味的 我什么也闻不到 簪子插好时我后背以出了一层薄汗 罪魁祸首还笑意盈盈地问我 唐哥觉得好看吗? 我不答 陈文玉拍折手笑道 江大夫就是太腼腆了 阿景你带这个也好看 陈时带了一会儿 也道 好看的 阿景姑娘很好看 陆景仍孝望着我 我别开眼 轻声道 尚渴 其实是好看的 她向来甚好看 我先前觉得这条街不长 我错了 事实上走在这条路的每一步都无比煎熬 主要还是因为同行的几个人 陈时说不放弃 还就真不放弃 带着机会就往路景身边凑 硬夸也要夸上两句 陈文玉也奇怪得很 见到他们二人凑一起了 就拉着 我挤过去 然后往路景身边贴 如此循环往复 一路上贴来贴去 站位换来换去 居然还真就到了尽头的月老庙 其实我们四人没有一个是需要同心锁的 但陈文玉丢给路景一个眼神 拉着陈时的袖子说 傻大哥 快和我一起去月老庙后面看看 听说后面有很多小动物 陈时莫名其妙 庙后面又不是山 能有什么动物啊? 蚂蚁吗? 蚂蚁有什么好看的? 陈文玉拽着他 蚂蚁也很好看 反正你快和我去 你不去 我就把你乱花卖皮的钱这事儿告诉你娘 那阿景姑娘 人家还要陪小江大夫买东西呢?等会儿就来了 书者硬生生就把陈时拽走了 我后知后觉 原来他俩认识啊 路上这较劲儿的模样 我以为仇人呢 青梅竹马 路景轻飘飘地总结了一句 恢复到往日清冷的模样 现在只有你我二人了 江大夫 姐不介意带我走一走 外人不在 我也有些放松下来 好啊 你现在想去哪儿? 路景看向不远处的一个摊子 须须一指 那儿 那个摊子跟前围满了人 买童心锁的 我再次浑身不自在 你要买童心锁 他唇凉地眨了眨眼 只是想看看 以前只听说过这东西 但从来没见过 有点好奇 他以前不是在青楼 就是在王府 确实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 我又心软了 在心里骂自己多想 点点头打算带他过去 可刚抬脚 突然察觉到一道目光 我猛地回头 只瞧见了后头的一棵大绒树 和露出的一抹一角 路景也看了过来 表情略显怪异 你认识吗? 不认识 他摇了摇头 收回视线 极其自然地拉了我的袖子 我们去瞧瞧那摊子吧 我接下来的注意力 就放在他拉我袖子的手上 修长白镜 骨节分明 和我这绿袍竟然有些相衬 等回过神路景 已经买了两把铜心锁 收进怀里 我愕然 你这是 他笑道 万一以后将大夫娶妻 我这就当作贺礼 我连连摇头 连你都来打去我 明眼人都看得出陈姑娘对我无意 你也别再提我娶妻的事了 不是想我带你走一走吗? 来 带你去个地方 去的地方 就在月老庙的附近 那里有一条河 河岸长着很多大榕树 常年郁郁清清 现在正是黄昏 河里有晚霞 岸上有春风 我带着路景 在河岸边边走边吹风 小时候 我隔壁家的陈姐姐经常带我来这里玩水 而且一般都是傍晚过来 景色很漂亮 确实很漂亮 路景盯着那水面笑了一声 又看向我 江大夫很少说过去的事 我摆摆手 因为也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你想听 我倒可以给你讲讲陈姐姐 我的童年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有陈姐姐 一部分没有陈姐姐 陈姐姐全名叫陈秀梅 大我八岁 大概的故事可以总结为在 我爹手下学一到十六 嫁给老原外 死于难产 享年二十一 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些 陈姐姐十五岁时曾有心悦的男子 是镇上的一个书生 两个人最喜欢约在这河边相见 至于我 自然就是他们相见的幌子 他们在岸上说悄悄话 我在河里捉鱼玩 等我捉到鱼了 他俩不见了 我上了岸才知道 他们背着我偷偷买了童心锁 一把刻着梅 一把刻着绒 后来呢?陆景轻声问道 我扯扯嘴角 后来啊 陈姐姐嫁了人 那个书生中了科举 上京城做官去了 陈姐姐难产而死 原因是那老原外踹了她一脚 而听我爹说 她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把锁 我觉得姑娘家活得挺累的 不可入学 不可当官 不可经商 终其一生 只为嫁个如意郎君 生个孩子 操持家务 仿佛所有的运气都只能寄托在男人身上 我顿了顿 也不知再说谁 可天底下多的是骗子和负心汉 我是个骗子 我承不起任何一个姑娘的好意 而陈姐姐的事又让我从始至终对男女情爱充满恐惧 陆景一顺不顺地看着我 叹了口气 就不该让你讲这些事 倒让你难过了 我摇头 触景生情 人之常情 附打去他 怎么 就许你看花伤春悲秋 不许我忘何缅怀往事啊 这回轮到他说不出话来 我放他一马 不为难你了 既然愁上心头 要不要去饮一杯戒酒消愁 其实就是 我私心想喝 今日白日闲逛 也算荒废了 不如干脆破罐破摔 连着夜晚一起浪费掉 况且我在后院桃花树下埋的酒已过了好几年 早该挖出来了 我和陆景这边一拍即合 全然忘了另外两人 匆匆回了医馆挖出酒 在后院摆了张小桌 坐树下喝起酒来 就是桃花酒 几口就让我想起三月的光景 时间过得好快 我和对面的人相识已一月有余 他这会儿还笑问我 江大夫 你这一直喝闷酒是怎么回事? 借酒消愁不就是喝闷酒吗? 难不成我给你背断医书助兴? 三四杯下肚 我其实已经有些晕呼了 医书你怕事也听不明白 我可给你背首诗 熊兔脚扑朔 慈兔眼迷离 啊!好像不是诗 是木兰茨 我说着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 他轻笑了声 不慎在意 手指在桌上轻扣了扣 那要不要听曲儿? 我以前学了不少 只不过大多都上不了台面 我脱腮 眨眼 无妨 你看着唱 他便站起来 披着一身月色倡道 不是爱封尘 似被钱缘物 花落花开自有时 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 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 莫问奴归处 生生哀怨 我恍惚间 看到他于众人瞩目之下 又或是立于某个达官贵人跟前 抱着琵琶自顾自唱着 谁都不施舍一眼 不是的 他正看着我 他皱了眉 我起身 因喝了好些酒 脚下轻飘飘 但还是顺利走到了他身前 伸手触到他的眉间 你别皱眉 阿景 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腕 死死盯折我 我歪了头 怎么了 他眨了眨眼 声音发颤 没什么 第一次听你叫我阿景 我笑咪咪地小声道 偷偷告诉你 不是第一次叫我 我叫了好多次了 他喉结微动 什么时候 我抽回手 嘘了一声 笑道 在梦里 在梦里 在床上 在耳边 无数次 他忽然遮了我的眼 就这么吻过来 满嘴都是桃花酒的香气 我有些喘不过来气 晕晕呼呼 都不知他的手已搭上我的腰 一寸寸往上 灵活地探入了衣领 随后又停住 原来是这样 他松开我的嘴 埋在我脖梗处 迟迟笑了起来 原来如此 难怪 难怪 他笑时呼出的气 喷洒在我的脖子上 酥酥麻麻 我早已认不得东南西北 还以为在梦中 呆问道 怎么了 他不答 抵着我的奸笑 半嗓才抬起头 为我离好了凌乱的衣裳 抹着我微肿的唇 哑声道 没什么 你醉了 江鱼 我搭着他的手 眨了眨眼 有吗 我只觉得热得慌 春夜不该这么热的 那就是因为你醉了 也只有你醉了 我才敢碰你一下 酒这种东西 好 也不好 难得醉一次酒 做的梦倒是越发荒唐 我躺在床上 陆井坐在床边 左手与我食指相扣 右手在裙摆之下 两腿之间 月色下 粉蓝的裙衫一耸一耸 屋外的猫叫得挠人心痒 可陆井的呼吸声在这夜晚清晰得不可思议 江鱼 他颤着声喊我 我半睁遮眼 勉强应了一声 嗯 你叫一叫我 阿井 他哼了一声 手指缠得更紧 多叫几声 我困急 干脆闭上眼 嘴里胡乱地念叨 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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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日的梦 我该在他耳畔说的 不知喊了多少声 我听到他粗粗地喘了一口气 发出一阵极压抑的声音 屋内有一股浓烈的气味 刺激得我又有些清醒过来 扯了扯他的手 阿井 我是在做梦吧 那头的人半晌没说话 只有稀稀苏苏的声音传来 到我即将再度入睡时 他将我的手背贴上他的额头 冰凉凉 湿漉漉的 江鱼 这是一场梦 他说 一场好梦 于我而言 我醒来时红着个大脸 心也跳得飞快 这次的梦太离谱了 真实到离谱 但深吸一口气 屋内只有淡淡的草药香 哪来设香的气味 我又看了眼身上的衣服 还是昨晚那身 摸了摸胸前 竖胸还在 再掀了被子一瞧 一切正常 我脑袋踢了脚被子 江鱼啊江鱼 你到底在想点什么 我花了好一会儿才冷静下来 起身去前堂 陆景做了碗醒酒汤放在桌上 还冒着热气 他正坐在桌旁刺绣 我与他打了声招呼 坐下喝了半碗汤 才有胆量开口 昨晚 没给你添麻烦吧 许酒未沾酒 竟忘了自己酒量极差 怕是扫兴得很 陆景却摇头笑道 不曾 江大夫酒品甚好 这桃花酒香 往后还可多饮几次 我这下一本正经 不可不可 醉酒伤身 不宜多饮 尤其是你 往后更该少喝些 所谓小酌怡情 大饮伤身 他笑了一声 垂眸硬道 也是 饮多了伤身 最后二字被他说得有些意味深长 察觉到耳根子又发烫 我盲怪自己多想 忽听到有人在敲前膛的大门 略显急促 来的人是陈石和陈文玉 外加陈石怀里的一个人 被黑色的长袍包裹得严严实实 第一眼着实 把我吓了一跳 随后陈文玉的话 再把我吓了一跳 他放清声音 与我急急道 小江大夫 这个是陈茶的媳妇 昨天偷偷逃出来的 受了好重的伤 还发着高烧 你快瞧瞧 啊!看样子 这是又捡了个不得了的 陈文玉与我说 昨日他们在庙会后头玩闹时发现了他 正跟在我和陆景的身后 鬼鬼祟祟 但是说是跟踪 走路的步子又跌跌撞撞 勉强得很 陈文玉觉得不对劲 就托陈石将他拦下来 结果这姑娘看到陈石后立马昏了过去 他昏迷的时候一直在喊不要打我 偶尔还叫着那狗东西的名字 我们就知道了 我给那姑娘检查时 陈文玉就一直在屏风外 愤愤不平 而且后面我们还看到了陈茶家的家丁在庙会上晃 觉得不妥 就先藏在月老庙熬了一宿 夜里他还醒来过 说自己叫巧儿 就又昏过去了 早上还发了高烧 我和陈石不想打扰你们休息 就只好大清早赶过来 他还在念念叨叨 我却无心在听 被气得 这个叫巧儿的 脸上正长 身上却没有一处好地方 全是青一块子一块 某些部位更是差点被撕裂 胸前和背部还有心就不一的疤 纵横交错 触目惊心 他大概是几日没吃饭了 外加紧张过度 频繁陷入昏迷 我无法想象他经历了怎样非人的对待 上一回如此悲哀与痛心还是捡到路景那会儿 给他处理完伤 我走到外室 严肃地打断还在喋喋不休的陈文玉 你说陈察家的人正在寻他事吗? 许氏从未见过我这般 他愣了下 大概是的 我以前见过他们几个 昨日庙会人多 那几个人在人群中找了好久没找到 此事不要说出去 我顿了顿 想起什么 你和陈大哥是在外面待了一宿 他不自觉红了脸 盯着脚尖 没有 陈时一直在庙里看着他 我是半夜不放心 又偷跑过去看的 那你与陈大哥说好 你们二人庙会后就没见过面 也没见过巧儿 陈大哥一夜未归 是因为打猎不慎受了伤 在林子里待了一晚 而你一晚上都待在家里 明白了吗? 阵子小 上午传出点什么事 往往下午就不少人知道了 陈察这种性子的人 定是不会放弃找巧儿的 若被他知道 有人大清早往我这儿送了个人 不要多久就会过来闹 我倒不是怕他 但如今路景在此 闹大了对谁也不好 陈文玉被我说得一愣一愣 呆呆地点了点头 我走出房门 碰到正站在门口的路景 他面色不渝 你想救他 陈述句 不是疑问句 他都听到了 而且他现在心情不好 可我不懂是为何 我是大夫 救伤者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或许会有麻烦 但他伤得很重 我没法视而不见 他紧紧抿着唇 深深地望了我一眼 从未看到过的眼神 悲哀又凄凉 甚至带着孤注一掷的绝望 我不自觉想去拉他的袖子 被他轻飘飘地躲过去 指尖指触到了一丝冰凉 心突然就空了一瞬 我仍装得轻松 你怎么了? 以前我也是这样救了你啊! 我知道 他扯着嘴角笑了一下 你谁都想救 你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可是姜鱼 若我说他是我的仇人 你还要救他吗? 此时尚在早晨 后院却没了太阳 陆景站在门口 屋檐下 穿着初见的那身红裙 却失了色彩 今日是阴天 这是陆景第一次叫我的名字 怜名待姓 我丝毫高兴不起来 尤其是他说完这两句话后 看到从我身后走出来的陈文玉 甚至不等我回答 就转身离去 干脆利落 陈文玉不明所以 阿景怎么了? 我只摇头叹气 他若有所思地眨眨眼 用胳膊处了处我 小江大夫 有些人要哄着的 有误会就去说清楚呀 我失笑 我可还记得你是陈二娘介绍给我的 现在怎么还给我牵红线了 那江大夫对我也无异呀 你身上可还带着别的姑娘送的东西呢? 他指了指我腰间的香囊 第一次我就看到了 阿景送给你的吧 嘿嘿 他都和我说了 原来那日这两人是说了这些 我望着路景房间的方向 知道 那你随我去厨房 看看要煎得怎么样了 顺便与我说说 你们那日都聊了些什么 啊 这不太好吧 他说是这么说 但跟在我身旁时嘴上也没闲着 基本都招了个干净 陈文玉与陈石是邻居 打小青梅竹马 陈文玉想嫁给陈石 但陈文玉的娘看不上这个做猎户的 而陈石又是个一根筋 与文玉打闹惯了 这么些年也没看出女儿家的心思 后来小姑娘大了 家里要给她寻一门亲事 被陈二娘知晓了 拉郎佩佩道了我 我本来不想答应的 结果那个大傻子和我说看上了你的堂妹 我气死了 就决定过来看一看是到底何方神圣 谁知道阿景真的有这么好看 她撅着嘴 满脸怨念 结果说着又笑起来 不过幸好 阿景和我说她心悦将待服你 我就可放心了 再说了 傻大哥哪里配得上阿景 她唧里呱啦 我却只听到某几个字眼 她说 心悦将待服你 她心悦我 所以 先前不是我多想吗 那她心悦我 是因为她喜欢男子吗 我有一肚子的疑问 抓心挠干 呆愣地盯着那要煮好 下一刻便嘱托了陈文玉和陈石好生照顾巧儿 匆匆往陆井的房间去 这几日事情繁杂 可这一件 我最想知道答案 阿景 你和巧儿发生了什么 你对我 又是怎样的感情 我那连日的怪梦 又有几个真 几个假 你昨夜与我交缠的手指 那手心的汗 又是真是假 阿景 我不想听旁人说 我只想听你说 然而所有的疑惑在见到空荡的房间时消失得荡然无存 她不见了 没有少一样东西 没有多一样东西 小榻上还放着她早晨绣了一半的刺绣 看模样是一条鱼 我坐到小榻上摸着那刺绣半赏 才迟钝地反应过来 她走了 她向来干脆 当初走的时候也这样 眼角酸涩 我欲抬手揉眼 忽发觉房间按了几分 姜鱼 我抬头 寻声望去 她站在门口 背着光 身体的行动快于意识 回过神我已经冲过去抱住了她 她手中的包袱静止掉在地上 一声闷响 路景将着身子 声音带着几分落寞 我发现除了这儿 我无处可去 我说出了早该出口的话 那你便留下来吧 姜大夫对谁都这么好心吗? 我松开她 对上她的怒光 带着发烫的耳根子道 我谁都想救 可想留下的只有你一个 这话早该和你说了 可我胆小得很 爹一直教导我 不要像个姑娘家多愁善感 男子当沉稳内敛 喜怒好恶不形于色 但刚刚她不在了 我真的怕得很 偌大的房间无比逼着 压得我喘不过气 路景盯折我 似是想从我的表情辨认这话的真假 最后还是认输般叹了口气 自嘲道 原来把你逼急了 会是这个模样 我竟完全招架不住 我退后一步 摸了摸鼻子 别开眼 那你现在可否与我说说 你和那个巧儿发生了何事? 她轻飘飘道 不过是我骗了你 我和你说我是被王爷赎出来的 其实不然 我是被这个女人买出来的 我和你说我捅了那王爷一刀 其实也不然 我给她下了毒 她中毒之际捅了我一刀 路景慢条思理地讲着让我心惊的话 巧儿全名楚念巧 是五王爷的侄女 向来不遵礼法 行事张扬 五王爷好男色 最好穿女装的男子 楚念巧知晓此事 就在一处青楼设了个窝点 专门培养类似的男子 路景就是其中一个 其实很少人知道幕后推手是谁 路景也是入了王府一段时间偶然间发现了此事 也就是说 那个将他推入火坑 毁掉他一生的人 就是楚念巧 当初他买我的时候 我以为他是来救我的 所以他的好叔叔在府里看到我将我要了去 我也不怨他 但是谁知道啊 谁知道 路景轻轻笑了一声 我在那个男人身下承欢无数次 才找到一次机会将毒味到他嘴里 他气急败坏 用刀捅我时口中还在不断吐血 可那又如何? 我夺了那把刀 毁了他的命根子 王府大乱 我趁乱逃出来 混进了一座出城的马车 他顿了顿 盯着窗外半阴的天 江大夫 如你所见 我满嘴谎话 肮脏至极 是个穷凶极恶之徒 你早该把我抓去报官 可你却想留下我 你不该的 他的身子微微颤抖 连带着声音也是 我坐在他身旁 试探着握住他藏在袖子下的左手 冰凉又僵硬 我拢住那只手 轻声道 文玉和我说 你心悦我 他猛地转过头 又抿唇不说话 其实我也骗了你 我不是男子 只是我想做大夫 就一直女扮男装 我还骗你那条广袖裙是为你买的 其实是我自己想穿 那日你带簪子 我骗你说尚可 其实很好看 你看 我也是个骗子 他勾了我的手指 轻声道 这不一样 江鱼 你知道的 我看着他 心跳得飞快 那你心悦我吗? 我其实是个女子 他已悄然勾住了我五根手指 我从来没在意过这个 你是你 仅此而已 我其实不懂男女之别 小时候有人说我男 有人说我女 我分不清 后来在王府听到他们谈笑 说这样不男不女的也别有一番滋味 我才明白了一点 他们说的好像就是我 你说这世上有男人 有女人 有太监 我算什么呢? 我好像甚至不可被称之为人 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一只宠物 高兴了赏块肉 不高兴了踹一脚 我不知道怎么活 江鱼 直到遇见你 我身处泥沼 脱不开身 既想要你救我 又想要拉你下来陪我 所以江鱼 你不该留下我的 哪有什么该不该呢? 我捡到他那一刻 一切都注定了的 倘若他带了私心 我又何尝不是 我女扮男装这么多年 第一次遇到与我相同又相反的人 我多好奇啊 如同找到了同类一般 兴奋得难以自持 这几年我过得那么孤单 从内心深处希望能有人陪陪我 哪怕只是坐在旁边 偶尔与我说说话也好 陆景认出楚念巧 就仿佛往日的不堪都找上了门 他害怕了 他想离开 又或者还有一个选项 我不救楚念巧 由他自生自灭 连同陆景的过往 一同埋葬 可我做不到见死不救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带你进院子吗? 我拉了拉他的手 我当时觉得这个人一定很想活下去 才会倒在我的后院门口 我算是个烂好人 但凡遇到那些想活下去的 我都会想帮一把 阿景 不是我救的你 从来都是你自己救的自己 我只能帮一小把 现在也是 如你所说 楚念巧当是个罪大恶极之人 但他现在被沉茶这般对待 我看不过眼 我想治好他 再送他去该去的地方 偿还该偿还的罪 而你没有错 阿景 没什么不该留下的 何况你已经在这里这么久了 他注视我良久 才到 那我便不走了 六个字 简短又直白 清晰且有力 路景留下了 事情还没解决完 楚念巧昏迷了一个半时辰 醒来后不愿见人 我赶过去时 陈石和陈文玉孩在门口伴嘴 肯定是你长得太凶了 把别人吓到了 哪有的事 还不是你叽叽喳喳吵得不行 从小你就吵 我那叫能说会道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木头 有嘴巴都不会说话 就当摆着呀 我和陈景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 之前怎么没发现 这两人这么冤家 那两人见我们来了 这才住嘴 然后目光缓缓一到了 我和陈景拉着的手 啊 忘记松开了 我一阵尴尬 想抽出手 结果被握得更紧 去看他他还冲我笑了一笑 这便听到陈文玉极小声 又很骄傲地说 我和你说过了吧 笨蛋 陈时挠着头嘟嘟囊囊 小江大夫 你不厚道 我甩开陆景的手 丢给他一个眼神 这锅你来杯 我可不干 说罢便不理他们几个 进了房间往里屋走去 楚念巧刚喝完药 正半躺在床上 听到动静时 整个人惊了一瞬 不由自主抱紧了被子 往床里面说 啊 别过来 我放慢脚步 温声道 巧儿姑娘 是我 小江大夫 你我见过 他这才抬起头 带着神经质的眼神 哆嗦着唇道 江大夫 小江大夫 求你救救我 我停在离床几步远的位置 你现在在我的医馆 暂时是安全的 不必怕 他还缩成一团不说话 我耐心地等了一会儿 直到他冷静下来才问 你可想与我说些什么吗? 不想也没事 我就是之前看你在医馆附近 猜测你有事找我 我就是 他紧紧攥着被子 艰难的吐辞 就是觉得身上太疼 想找个大夫 他们都说 你是镇上脾气最好的大夫 所以我就 如果只是这件事 那无妨 你先养伤吧 他还不知道你在这里 见他情绪尚不稳定 我暂时放下了打探消息的念头 安抚了他一会儿才出门 看到陈时坐在不远处的后院台阶上 颇为郁闷的拔草 陈文玉坐旁边 也在 郁闷的拔草 我和他们说了 我是男的 陆景走过来道 他还穿着一身裙子 话音刚落 两人齐刷刷抬头看过来 两脸郁闷 陆景又凑到我耳边道 你的事我没说 凑得太近 我耳根子烫得很 离了远些小声道 他现在还怕人 陆景轻哼了一声 显然不信 他以前都敢踩着人的尸体走路 如今也会怕人了 我便拉着 他又进了房间一次 听到楚念巧发出一阵尖叫声 我们才又出来 陆景攥着我的手 发出微不可查的笑 看到他这样子 我竟有些痛快 又有些可怜他 怎么说呢 如果单纯看陈察对楚念巧做的事 他实在可怜 我过了几日 才从他口中外家陈二娘的八卦得知了事情的全貌 楚念巧整日混迹青楼 某日正巧遇上了来寻乐子的陈察 陈察胆子当真大 见色起意 用手段夺了楚念巧的清白之身 随后又藏匿于青楼的某个暗室 囚禁许久 直至楚念巧显怀 而要说起他用的手段 其实简单得很 不过是买通了楚念巧身边的一个对他不满许久的婢女 这些事都是陈时在外买醉时吹牛说的 说自己睡了个富家女 滋味也就这样 以及什么这人的肚子都不争气 只能生女娃 说得有鼻子有眼 但没人当真 可陈二娘与我说这些 我冷汗连连 只觉得每一句话都真的不行 他家前几日不是跑了媳妇吗? 这几日疯狗一样到处找 我的铺子都来闹过几回 嘿!到现在也没找到人 真活该! 要我说呀 这姑娘逃得好 陈二娘还在喋喋不休 我猛然想起什么事 忙拜托他 二娘 你两日后是不是要去京城进货? 可否帮我递封书信给陈荣? 陈荣仲苛举后在京城里当官 几乎没有回来过 他走前曾与我说有何麻烦可上京找他 我一直对他有怨恨 便从未去过 不过这一次 怕是只能靠他 陈二娘欣然应允 进城那日陈时陪着他一起去 出发时 陈二娘抱怨了一句 小玉那丫头怎么就看上你了? 明明佩江大夫多好 我很尴尬 陈时也很尴尬 陈文玉也很尴尬 只有路景不尴尬 甚至还敢仗着衣袖宽大 手按戳戳伸过来挠我的手心 我握住他胡作非为的手 对陈二娘笑道 二娘您快去吧 别误了时间 某人就在我身旁发出极清的一声笑 他近来倒是心情甚好 尤其是看到楚念巧担惊受怕的模样 他眉眼都带着笑意 还会故意发牢骚 有时候真不想让你救他 他哪里配? 倒不是配不配的问题 我看到他 偶尔会想到陈姐姐罢了 陈姐姐也被打 也可怜 不过 也就偶尔相似 特别是当楚念巧悄咪咪与我说路景的事实 一点也不相似了 江大夫 我以前见过他 他就是个疯子 给我叔叔当狗的那种 你要离他远一点 他自醒来后就精神不太正常 往往口不择言 什么话都往外说 以往我都不怎么管 这会儿顿时冷下脸来 巧儿姑娘 我救了你 不代表你就可以随便评价我身边的人 你在我这数日 所有人都为你忙前忙后 你可怜 但也仅仅是可怜 没有什么别的特权 再过几日你的伤就恢复得差不多了 到时候我会叫人把你送走 不知道哪句话触到他的神经 他突然打翻我手里的药碗 扑到我身上 江大夫 不要 不要送我走 求求你 他会打死我的 他的手胡乱地摸 在我推开他之前 甚至摸到了我束胸的位置 身后有人一把把我拉了过去 话里含着怒气 我便说过 不要救他 你看看你这一身 汤药洒了一身 索性不是很烫 除了有些粘尸 没有太大的感觉 路景却气急 丢给缩在角落的楚念巧一句真是恶心便急急拉折 我走出去 一路走到某个房间 把我往里一推 关了门在外头道 你快换身衣服 我呆愣地脱了衣服 环顾四周后又傻在原地 凑到门板处敲了敲 紧张到吞咽口水 阿景 这儿 好像是你的房间 路景大概是真的气昏了头 随便找了肩房 就把我推进去 线下他在门外磨了会儿 问道 那你的衣服 我看了眼挂在屏风上的脏衣 好像再穿回去也不合适 只得硬着头皮回它 都脱了 过了会儿 莫名其妙又加了一句 其实还穿着束胸和屑裤 手臂和腰腹都暴露在空气中 风从窗户的缝隙漏进来 激起一阵机体疙瘩 那我去你的房间拿一下 他闷声道 一小段匆匆地脚步伸后便没了声响 我也出不去 就在他房里踱步 看到了放在床上的两条叠好的裙子 许是刚从后院收下来的 裙子吧 其实我可以试试 但再想想 又不敢 小时候向我爹要了好几次裙子 都不了了之 甚至有一次被打了一顿 还是不是了吧 过了会儿 陆景拿来衣服 从门缝里递给我 我换好出来 脑子里又想到当初塞进柜子底下的广袖裙 陆景曾说 他穿裙子 小时候是被迫 现在是出于喜欢 但我好像 一直都算是被迫的 那我这日子又何时到头呢 在想什么 见我一直发愣 路景拉了拉我的袖子 我回神 轻轻摇了摇头 笑道 没什么 你今日怎么发这么大的火 把我都吓了一跳 平日绝大多数时候 他都冷冷淡淡 自处念巧来了 他的情绪外露越来越频繁 倒也不是坏事 但今日这个 我怎么看都觉得只是一件小事 路景抿了敏唇 他弄脏你了 他们那些人都脏 他应该是还有一句话没说 我没给他机会 虚虚握住他的手 明日陈大哥 他们就回来了 都会结束的 而等一切结束 日子还会继续 然而 第二日我在问诊时 陈文玉急忙忙 跑到医馆来 小江大夫 陈老三要过来了 话音刚落 陈查就领着三四个家丁 直接闯了进来 嘴里还叫嚷着 人呢? 怎么没人呢? 还等这几个病人 听到他的声音都纷纷退到了一旁 我站起身 陈文玉躲到我身后 小声道 他前几日闹了别的铺子 今日闹医馆 现在别的医馆都闹完了 我看着陈查一步步走进来 忙对他低声道 你现在去后院 带着阿景和巧儿从小门出去 陈大哥他们今日回来 他立即应了一声 好 小江大夫 你也千万小心 说罢便跑去了后院 神隐完全消失的刹那陈查已经来到了我跟前 活脱脱一个二流子 原来在这儿啊 江大夫是吧? 我如往常一样问道 是 请问你要看什么病? 看什么病? 他重复了一遍 转头对身后的几个大汉笑道 哎!人大夫问我看什么病呢? 那几人发出意味不明的笑声 我不动气 淡淡道 来我这儿的人都是来看病的 他呸了一声 我没病 我好得很 我呕一声 不是来看病的人 我还真没见过 那人字放了重音 他听出话里有话 灯石横了眉 一掌拍在我身前的桌上 少说这些有的没的吧 我直说了 前几日我家娘子走丢了 我就想着 他拖了长音 环顾一遍四周 他会不会不慎来了江大夫的医馆呢? 旁边几个围观的不知谁小声说了一句 这疯狗又开始了 陈察身后的壮汉恶狠狠瞪过去一眼 伤疾无辜不好 我对那几个人温声道 实在不好意思 今日怕是不方便了 你们去别家医馆瞧瞧吧 别耽误了身子 他们看了看我和陈察 不大放心 最后看了眼那几个家丁 还是离开了 陈察看都不看一眼 对后面几人扬了扬下巴 到后院去搜 别的地儿都找过了 那娘们肯定在这里 我拦到那几人身前 盯者沉察怒道 你懂不懂 这叫私闯民宅 少废话 某个汉子推了我一把 抬腿就要往后院走 我趁势抓住他的手腕往外一拧 松手 微侧身肘肌腹部 再一扫腿 他不被 静直扑在了地上 以前学的一招办事 勉强还能派上用场 倒在地上的人瞬间爬起来 恼羞成怒 挥着拳头砸过来 被陈察踹了一脚 喝住 在这儿浪费什么时间 人家动手 你们也动手吗? 蠢货 书者还冲我挑衅一笑 咱们只不过来找个人 闻名点 再说了 江大夫一直在这儿拖时间 怕不是后院小门溜走了什么人啊 我心中一惊 没想到他精明至此 且话音刚落 就有人从后院走进来 正拖着情绪激动的楚念巧 老爷 找到了 却不见路景和陈文玉出来 我从未如此慌乱 忙跑到后院去看 空无一人 地上只有拖拽的痕迹 是楚念巧留下的 在跑到前堂 陈察已经拖着楚念巧到了大门口 嘴里骂骂咧咧 见货 一下子没看牢 就跑出来勾引男人 以前就看你老往这里跑 是不是心里早想着勾引人江大夫了? 真是养不熟的狗 后面的话越发不堪入耳 偏偏他似是故意地敞开大门 在门口赖着不走 口中脏话不停 楚念巧被拖拽着 无力地挣扎 我没有 呜呜 我没有 别打我求你了 我没有勾引 呜呜呜 我就是疼 已有不少路人被吸引过来 聚在大门口指指点点 陈察扇了他一耳光 揪住他散乱的头发 放屁 这么多大夫 你怎么就找上任江大夫呢? 肯定是看任家长得俊吧 骚娘们 这话骂了他 也在给我泼脏水 陈察的手段实在下作 镇上的人也清楚他的为人 都是不信的 却也不敢插手 只敢怯怯私语 他们都觉得这是家务事 但这明明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付诸的暴力行径 我看到那个场景 就像看到以前的陈姐姐 在多个不为人知的深夜 或许也是这样被踢打 被羞辱 我怒不可遏地冲上前 却在楚念巧的一句话后生生停了脚步 没有 江大夫是女的 我没有勾引呜呜呜 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只有楚念巧还在神经质地重复道 她是女的 女的 这是疯了吧 小江大夫是男的呀 旁观者越来越多 陈察把楚念巧踹到地上 见人 还敢撒谎了 看我回家不好好教训你 不要 不要 我没有骗你 她尖叫着从地上爬起来 竟直直往我这里扑 不信我给你看 我给你看 她扑到我身上 守一个劲儿在我衣领处扒了 力气大的吓人 我完全控制不住她 最后无力地听到布料撕碎的声音 斯拉 灌尽了凉风 楚念巧还在用力扯 你看哪 你们快看 这是树兄 人家是女的 我没有勾引 别打我 别打我 我呆呆地立在那儿 盯着眼前骚乱的人群 心中有什么东西轰然倒塌 他们都看见了吧 他们都知道了吧 他们终于 要知道了 自心底腾生起无尽的悲凉 而又有那么一丝 小小的 微不可查的释然 我的这日子 原来在今日到头 我都不知楚念巧将我胸前的衣服扒了多少 但大概 树胸还在 也仅此而已 混乱中她被人一把拉开 有人披了件大衣在我身上 顺便盖住了我的头 眼前是铺天盖地的黑 鼻尖是铺天盖地的草药香 她紧紧搂着我 话里全是慌乱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来得晚吗? 也不是 甚至还有点庆幸她刚刚不在 陈茶不敢对我动手 不代表不敢对她 只是 我好累 累到后面会发生什么都不想知道 我搂住路景的腰 隔着那一层薄薄的布料道 阿景 我好累 我想回去休息 好 我们回去 她打横抱起我 我把大衣往下拉露出脸 双手还住她的脖子 靠在她肩上 闭眼叫她 阿景 她抱着我一步步走得又快又稳当 嗯 我是不是很重啊? 没有 你太轻了 平日应该多吃点 我笑了一声 骗子 我小时候练了这么久的舞 比一般的书生还有力呢 那也还是轻了些 她走得好快 转眼已到了我的房间 一脚踹开门 把我小心地放在床上 用欲转身 被我一把拉住袖子 我盯着她 难得示弱 我有些怕 我去关门 她安抚地拍了拍我的手 把门关了再折回来 我已经把自己缩进了被子里 只露出一张脸 对着她 她坐在床边 也看着我 她今日穿着一身鹅黄的裙子 真好看 不是想休息吗? 她见我盯着她 面色有些不自然 我眨了眨眼 有些怕 睡不着 睡不着 但是想找个地方藏起来 美其名曰休息 她揉了揉我的发顶 手似乎在微微颤抖 没什么好怕的 她轻声道 陈荣来了 他们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今日她和陈文玉带折 楚念巧要往后门走 谁知没走几步她就突然发起风来 大喊大叫不要把我送走 也就引来了一直在后院附近徘徊的沉茶的家丁 陈文玉见那人长得人高马大 当机立断拉折 路景先跑路了 还阵阵有词 真是好言难劝该死鬼 我们先把陈大哥他们接回来再说 陈荣他们几个那会儿其实已经到镇子口了 因而两方碰上后就急忙赶了过来 但还是来晚了 陈荣拉住我悄悄伸出被子的手 无比懊恼 抱歉 姜鱼 抱歉 我晃了晃她的手 没关系 错又不在你 我只是 有些害怕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我是女儿身 我该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要和别的姑娘一样 与男子成亲 相夫教子 三从四得 一辈子又于身归 再也当不了大夫 路景勾了勾我的手指 声音放得极轻 怕什么? 我想了想 道 我怕嫁人 怕得要死 无妨 路景盯折我 一字一句道 也可是我嫁你 我一下有些休脑 我何时说过是你了? 她轻轻笑了一声 是没说过 我别开眼不去看她 又听她说 但我是愿意嫁你的 这人好烦 而根子热得快融化了 我拽了拽她 上来 做什么? 我想任性一回 陪我睡觉 她不动弹 只说 我很脏 姜鱼 我起身 凑过去吻了吻她的下巴 陪我睡一会儿 我害怕 她悠悠地盯了我半晌 叹了口气 上床将我须须搂在怀里 睡吧 我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缩在她怀里 已经有些犯困时听到她说 我白日总是不敢碰你 我含糊地应道 那夜里呢? 她轻轻地回答 像是从天边传来 在梦里 梦里? 梦里有什么呢? 不过是小时候看着小姑娘们跳皮筋 而我坐在门口看医书 又或是在一堆漂亮的衣裙中 我只能选择适合练舞的短妆 我其实不后悔 因为我确确实实喜欢当大夫 只是会有那么一点遗憾罢了 我就这样窝在房间睡了两天 医馆也关了两天 陆景一点也不嫌弃 顿顿做了饭菜送进来 必要时还要陪我聊天姐们 外面发生了何事 我一清二楚 陈戎正巧当上了大理寺卿 待人抓了陈察一家 也把疯疯癫癫的楚念巧关了起来 陆景说 其实那日看到的人不多 而且现在街头巷围也少有人议论我的身份 大多还是在骂陈察一家的 而楚念巧因为身份原因 少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最多只会唏嘘一句净成了疯子 但我还是不敢出去 有不少人想见我 我都让陆景一一聚了 我在当逃兵 直到第三日 陈戎拖路景转交给我一样东西 一把童心锁 上面刻着眉 陈戎本想约我去月老庙旁的那条河见面 我不愿出门 就改到了医馆前堂 他来时我有些恍惚 在此之前 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小时候 他是个清秀书生 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 而眼下 近十年光景 他已经是个大理寺卿 周深的气度都不一般了 让我很难将他与记忆中的文弱书生重叠起来 陈戎见到我也不太感人 抿了口茶 斟酌许久才叹息半道 你长大了 鱼儿 说老实话 这些年我对他有怨恨 尤其是在陈姐姐出嫁后 她上京赶考 除了回镇上一次把家里人接过去 就再也没回来过 我便下意识地认为陈姐姐的死她有一半责任 然而她这么感慨了一句 我就回想起 黄昏时 我在河中玩 他们二人坐在河岸旁 林间偶有鸟声传来 被风吹散 如情人呢喃 怨恨什么呢? 怎么怪 也怪不到她头上 毕竟她高中回来 陈姐姐已经一缕香魂不在 陈姐姐曾与我说 她是自愿嫁过去的 因为她的两个弟弟需要念书 我爹与我说 这不是自愿 这是被迫 她自欺欺人是自愿 而陈荣现在与我说 大家都是身不由己 那时我家中一贫如喜 什么也给不了她 她劝我不要单于男女情爱 该当进京赶考 一展胸中抱负 陈荣对我笑了笑 带着几分摸不着的落寞 我总想着快些考完快些回来 却还是慢了一步 我手中捏着那把童心锁 上面的眉已经有些被磨平 可以想见 她被主人握在手心妈撒了多少遍 又听了多少遍叹息 其实鱼儿 你小时候我就怀疑过你是不是女儿身 后来想想 你这么喜欢学医 就算是女扮男装 也是自有苦衷 镇上最近发生的事我都知道了 我也只是想来劝你不必挂怀 小镇子 大部分人都还是善良的 秀梅也喜欢治病救人 但她的人生自己做不了主 你不一样 你比她幸运 你有一个好父亲 江大夫大概一直没和你说过 生下你之前她在京城行医 名头响亮 后来厌烦城里的一些风气 才来了陈家镇 我也是进了京城 才打探到这些事 现在大概明白了 江大夫为何要让你如此生活 如果在京城 你怕是会难以立足 但这里不一样 你可以稍微大胆放心地做想做的事 我爹确实没和我说过 他只会偶尔叹息这世道对女子不公 若不是如此 我也不必苦苦学做男子 他对我心中有愧 只是一直未说 我也没来得及告诉他 我不怨他 我有些说不出话 陈戎也不恼 喝了口茶又继续 好像有些过于伤感了 我再与你说一说那日的事 那便是楚念巧与陈察的事了 楚念巧幼年父母双亡 打小被养在五王爷膝下 耳濡目染 形成了扭曲的性子 不光撕涉青楼的窝点 平日对身边人也是恶与相加 偶尔还会失以暴行 因而有个婢女对其心怀不满 与陈察做了交易 使她一路沦落至如今的模样 那个婢女也算是个传奇 慧义荣 纠占雀巢 顺便还把青楼的窝点解散了 她扮得太像了 几乎没人发现 有些人发现了 也不想说 毕竟这又不是坏事 甚至大快人心 陈戎说者还笑起来 至于那个五王爷 那日中毒又被淹 现在约莫成了废人 其实皇亲国妻被刺 应当立案调查 奈何她平日作恶多端 如今东窗事发 上头只想把这事压下去 由她自食恶果 陈察那人嘛 恕罪并罚 一样都不会落下 所以现在你和她都安全了 我默了会儿 还是问出口 那楚念巧会如何 陈戎看了看我 你恨她吗? 你救了她 她却咬你一口 恨说不上 我只觉得她可怜 我照顾她这么些日子 看得出她已经精神崩溃 而如今更是直接成了个疯子 和疯子没什么好计较的 若要说罪魁祸首 望到尽头大概还是那个五王爷 但是再往深处看呢 那么多人那么多故事 谁知道错应该归在谁身上 陈戎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就是太善良了 我与上头通报过 她坐不回原来的楚念巧 去处大概是疯人院吧 她与我又说了些话 最后倒是过几日要回京 临走我把那童心所还给她 她没接 笑道 我待在身边十余年 也就一个念想 事实上有没有都一样 不如还是给你了吧 我只好收进怀里 又冲她的背影说 陈姐姐的墓在那片林子里 她的脚步顿了顿 没回头 多谢 随后也一直没回头 就像当年孤身一人离开镇子 走向繁华的京城 别看了 人走了 陆景从后院走出来 手里又拿着一个香囊 送你的 我回神 接过来 你最近怎么秀了这么多 这几日已经是第三个了 还全都秀着鱼 各种颜色的鱼 医馆不开门 我便想着做这些能不能卖钱 她说得轻描淡写 按理说我是男子 确实应该养家糊口 你别当我听不出你再劝我开门 我去她 她笑得纯良又坦荡 没有的事 你不想做便不做 这人坏心眼多了去 明知我不是不想 而是不敢 但到底还是开了门 医馆重新开门的第一天 陈二娘兴冲冲跑过来说要给我撑腰 我哭笑不得 撑什么腰啊 又不是要去比武 她捏了捏我的脸 那也得给你壮胆子 前几日想来看看你都不让见 给我担心得几宿睡不着 等会儿你可得再给我开点安神药啊 要说你爹那糟老头子坏得很 这么多年我还就让你们俩给骗过去了 姑娘家怎么了 姑娘家也好啊 藏着掖着干嘛 我完全挡不住她的热情 我爹也是为我好 她又开始连猪炮 你爹就一根筋 像当初我一个寡妇 到处借钱拉生意 也没怎么样啊 这些事她从未说起过 今日竹筒到豆子 一股脑全说了出来 当初亲戚都坐鸟兽散 陈二娘在空房子里熬了两宿没睡 最后决定自己做生意 她先是京城到别人家铺子里打下手 这家不收她 她就换一家 再不收 再换一家 这么找了几条街 最后有家铺子的老板 看她伶牙利齿手脚麻利 还是留下了 过了小半个月 那家的老板给了她一笔钱 让她自己去开店 就你这嘴巴 不适合当伙计 还是当老板去罢 她这么说着把陈二娘赶走了 陈二娘觉得这是她的贵人 刀子嘴豆腐心 嬉皮笑脸地收下钱 回到镇上开了家店 谢谢 岂先没人 奈何她进的衣服好看 陆陆续续就有人来了 赚了钱 她就到城里找那老板还债 老板不假思索地收下了 还笑道 我这是给自己找了个同行啊 嗨 都不在一个地方 同行也没有竞争关系 那老板还和陈二娘说 别被自己的女儿身捆住了手脚 陈二娘觉得这话文周周的 听都懒得听 但又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想起来了 特地过来告我一声 所以啊 你就放心大胆地干 要是有人敢来闹事 我帮你打出去 陈二娘插着腰 声音红亮 像极了当年她拿褶扫把 站在大门口赶人的模样 我好像明白自己为什么喜欢去她的铺子了 她比我勇敢 我一直想要自己成为她那样的人 这么些年来 我时常脱光衣服审视自己的身体 带着复杂的情绪 我很爱她 又很怕她 有时会想若我不是女儿身 活得会不会比现在轻松许多 但有时又想 她即是我 我应该接受她 我憋憋扭扭活到现在 我给自己化地为牢 我给自己捆住了手脚 我都忘了 为大夫和为女子 从来不冲突 陈文玉也比我勇敢 她某日强硬地要求 跟着陈石一起去打猎 然后在山林间大声表露心迹 导致陈石一下没站稳 摔到了脑袋 于是 这两人就成了我医馆重新开门的第一位病人 虽然不太厚道 但我真的笑了 一边笑 一边给陈石的脑袋涂药 陈文玉在一旁抽抽搭搭 陈石烦得不行 你哭啥呀 磕脑袋的又不是你 我哭我自己不行啊 小姑娘哭着白了她一眼 泪眼婆娑的不就是说了句喜欢你吗 至于吓得磕脑袋吗 你就这么嫌弃我 嫌弃也就罢了 还管那么多 反正我哭我的 干你何事 陈石被这一连串话说猛了 哼哼两声 傻愣愣的 我看你哭 我心里难受 正巧涂完药 她笨拙地伸手想去擦陈文玉脸上的泪 别哭了 小时候摔着碰着这么多次也没见你哭啊 陈文玉也不躲 由着她擦 那小时候你见到了啥 陈石老实地过分 见你打我 陈文玉气得眼泪都憋回去 陈石你就应该再去磕一下脑袋把里面得水撞出来 那我再磕一次 你能别哭了吗 你不想让我哭啊 哭得烦 陈 石 陈二娘在一旁一脸眉眼看 我在一旁扶着陆景的肩 笑道不能自已 她看我良久 搭上我的手 轻声道 过几日想出去走走吗 就我们两个人 陆景说得出去走走 是去听戏 镇上来了个戏班子 出发那日 陆景问我要不要穿那件广袖裙 衣馆近日恢复得和往常一样了 大家也都没议论什么 但我仍不敢穿裙子 可那条裙子真是好看 左右出门听戏和坐堂问枕不一样 我摸了摸鼻子 那你穿男装吗 她笑道 也可 那就穿吧 可陆景都穿好到我房门口了 我还没好 这麻烦的抹胸和外衫 还有摸不着头脑的腰带 我甚至分不清前后 手忙脚乱 最后无可奈何 我过去敲了敲门板 再次紧张到吞咽口水 阿景 怎么了 我从未觉得说话如此艰难 我穿不来 你能不能进来帮我 外面沉默了一会儿 传来她尖色的声音 好 路景穿了一身藏蓝长服 头发披散下来 有点雌雄莫辩 我瞟了一眼 就心虚地移开视线 结巴道 抹胸穿 穿好了 就是外衫还有 这么多条布袋子 其实也没有很暴露 就是上半身的肩颈和手臂都赤裸着 但在她的视线下我总怀疑自己是不是什么也没穿 她笑了一声 轻飘飘的 我来帮你 我直接紧张到闭上眼 听到一阵稀疏声 随后她的指尖时不时擦过我肩颈的皮肤 再到腰间 隔着一层薄薄的布料 带起挠人心的那种痒 挤了好久的腰带 被她解了 我不由悄悄睁眼看她 结果正对上她的视线 满眼无奈 伸手 要穿外衫 不伸手怎么穿 我呕了一声 僵硬地张开双臂 任她给我套上 罩住裸露的肩膀和手臂 她又拿起我也不懂是做何用的布片 把外衫的下摆在腰间微微收紧 放松些 她抬头看到憋气的我 失笑 这么紧张做什么 我咽了下口水 转移话题 这衣服穿起来好麻烦 不像男装 随便一套就好 她手里又多了根腰带 双手环过我的腰 嘴趁势贴近我的耳畔 轻声道 你嫌麻烦 以后都我帮你穿 偏偏语气还若无其事 丢下这一句就后撤了 留我一个人耳根发烫 随后她低头给我打结 我盯着她的发悬 问道 你会竖发吗? 她抬眼看我 不答反问 你要帮我吗? 互相帮忙吗? 路径磨磨蹭蹭 近乎折磨般帮我穿好了裙子 坐到我的梳妆台前等我给她竖发 她平日都披着 偶尔梳一两个简单的发际 我站到她身后 将头发虚拢成一把 干脆利落地竖好 末了还对着铜镜里的她得意地笑了笑 她挑了挑眉 那我帮你梳发 这便又变成我作者 她站在我身后 手指灵活地玩好发际 还插了一根簪子 鹅黄花心 是那日在庙会摊子上买的 我对着镜子看了会儿 以为好了就要起身 被她按住肩膀 慢着 给你画个眉 她真是熟练得很 画眉 涂腌制 贴花垫 磨口汁 每一样 都做得有条不紊 反倒是我 盯着她凑得极尽的眉眼 感受到她的呼吸 后背直接出了一层薄汗 势必 她俯身凑到我耳旁 对着镜子里的我笑道 你看如何 如何呢? 镜中的女子一身蓝裙 明眸好齿 身旁的男子一身藏蓝 俊美清朗 看着看着 眼前的东西都模糊了 怎么了? 她擦去我眼角的泪 玩笑道 我画得就这么丑 我注视着铜镜中的我们 摇了摇头 轻声道 阿景 你看 我们好像一对寻常夫妻 穿着该穿的衣服 如同回到自己该在的位置 她拢了拢我耳边的发 不寻常也无妨 我们会是夫妻就好 我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添过头 好了 再不出门就晚了 戏楼人不少 我不免有些怕 却不想不少人认出了我 还和我打招呼 小姜大夫也来听戏啊 姜大夫好呀 上回还没多谢你的药方子 姜大夫今日穿得好看嘞 每个人我都叫得出名字 甚至能回忆起他们都看了些什么病 身旁的人握住我的手 对我笑了笑 就像前几日在房间里 他不厌其烦地安慰我 别怕 姜鱼 我想 我确实不必怕了 这个人可以牵着我的手 走很远很远的路 而一路上也会有很多人陪我们走一段路 不分长短 因而戏散场后 和陆景在河边吹晚风时 我对他笑道 阿景 我们做夫妻吧 他却凑到我景边秀了秀 我失笑 你干嘛 他与我相握的手微微颤抖 怕你趁我不注意 喝醉了 说醉话 我靠近他 吻了吻他的唇 没醉 新的桃花酒还没酿呢 要醉也只能是晚风醉人 或是眼前人醉人 后继 我与陆景的婚事定在六月六 本来两个人都截然一身 不打算大办一场 奈何陈二娘不一 硬是给我们大张旗鼓的操办 甚至照顾到我们二人的特殊习惯 准备了两套嫁衣 尺寸不一 让我们想穿女装 就穿新娘服 想穿男装 就穿新郎服 我给陆景展示那两套衣服 你要哪套 他思考了会儿 问道 能否你穿新娘服 我也穿新娘服 他是想看我穿裙子 自己也想穿裙子 我颇为为难 客人也不少 这样不太好吧 虽然我俩都离京叛道 但拜堂成亲若是看着像两个女子一起 只怕可以连夜收拾东西离开阵子了 那就我穿新娘服 你穿新郎服 他下了决定 之前和你说好了 我嫁你 大婚当日 也没有什么花轿 我从我的房间出来 再穿过院子的空地 到他的房间接他 开门时有些正愣 这喜服穿在他身上 咽得不像画 就像第一次见 他一身的红裙 亮了我的眼 也亮了我原本暗淡的生活 路景披着红盖头 手搭上我的 画里带着笑意 都说十里红装 我们的房间哪有隔着十里 走了几步又听他说 以前倒是觉得 和你相隔十里不止 我握紧了他的手 也不知再说什么 往后都在同一间房了 半嗓 他很轻地应了一声 我牵着他 慢慢走到前堂 陈二娘坐在上方 笑得皱纹挤到一处去 陈文玉站在一旁 又是哭又是笑 惹得沉实手脚都不知往哪里放 这大好日子你又哭什么呀 我想到以后我嫁人的样子 提前哭一哭不行啊 行行行 那你也别哭了 好了安静点儿吧 陈二娘笑骂一句 看向另一边的司仪 快开始吧 一拜天地 拜向大门外的人群 二拜高堂 拜向坐在上头的陈二娘 夫妻对拜 我们面对面站着 一同弯下腰 不约而同听到对方的笑声 然后又戛然而止 礼成 送入洞房 于是我就在我的房间 挑了路景的红盖头 二人对视一眼 又笑了起来 不知道笑什么 就是发自内心的想笑 笑够了 他拉我坐到身旁 似是感叹 像一场梦 我靠在他身上 盯着桌上正在燃烧的洗烛 怎么了? 以前在王府 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 不用担惊受怕 不用勾心斗脚 他吻了吻我的额头 从怀里拿出两把铜心锁 一把刻着鱼 一把刻着井 早就做好了 就等着今日送你 我接过来那把刻着井的 好笑道 你何时刻上的? 他倒是坦荡 刚买那日就刻上了 我侧过头看他 那若是我对你无意呢? 他吻了吻我的鼻尖 那就留个念想 好做梦 于我而言 你本来就像一场好梦 我眨了眨眼 轻声道 那晚我醉了 但我都记得 他摆动的裙昧 他颤抖的指尖 他汗层层的额头 和他压抑的身影 都留在那个不可言说的夜晚 路径文言 直勾勾地盯了我半晌 随后遮了我的眼吻下来 带着几分小心翼翼 我接纳他 顺便还住他的脖子 顺势把他压在床上 他松了手 脸上都是笑意 乌黑的发散在大红的被褥上 与我垂下来的头发 缠在了一起 新郎官是不是应该在上头 他两手搭上我的腰 敏唇笑道 眼波流转 像个妖精 那谁是新郎官呢? 穿着衣服 我是 吞了衣服 他是 在我思考的这会儿 路径移解了我的衣袋 用商量的语气道 要不这新郎官 你做半夜 我做半夜 商量说是商量 他也没给我思考的时间 这手指灵活得很 四处调火 弄得我口干舌燥 晕头转向 只能跟着他动作 时不时一出两声乌液 又被尽数吞了去 他还故意附在我耳旁问道 江鱼 你说是井中有鱼 还是鱼中有井 我直接堵住他的嘴 太过躁 洗竹燃了一夜 大概也没想明白 是井中鱼 还是鱼中井 那边也没想过 温度 是井中鱼 这边也没用 那边也没想过 很厉害 又是井中鱼 就是井中鱼